冬季的黃土高原 被矮矮白雪覆蓋 增添了些許的蒼糧 接觸了上午的物資贈雨後 此季志工馬不停蹄 進行清寒學子的家綁 車子開不到的地兒 志工步行前往 等在大家眼前的 就是劉志博的奶奶 愛乾淨的劉奶奶 家裡打掃得一塵不染 擔心甘肃的低溫 動了遠道而來的貴客 趕緊把大伙都腰到了扛上 最尊貴的怪事是坐在扛上 哇 好快活 那特別熱了 好幸福 就在奶奶和志工們 聊得起敬時 孫子劉志博 帶著尚武林 到了物資返家了 志工陪著清點生活包裡的物品 也不忘愛的叮嚀 盡量的少用和不用 因為那個資源你挖掉了 它不能再回成石油原來的狀態 它都是石油產品 所以我們就盡量不膩 大山裡 一戶與一戶的距離隔得遠 志工花在路程上的時間也就不少 但大家不說累 只因學生家屬的引頸期盼 遠比志工的疲累來得更重要 來 裡面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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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走走 劉爸爸上午才陪女兒把物資領了回來 沒想到藍天白雲的身影下午就出現在家裡 這份如及時雨的溫暖 彷彿東洋照進了新田 我們這個資訪確實很不合 受到這個國界或者你們紫山學會的执著 使我們這兒的大學生能夠 與這個籠子來成學年 非常的改動 減少有人拜訪的山城 這一天因為慈濟人愛的腳步 多了濃濃的人情味 大愛新聞 珍珍美之工 甘肅報導